师父曾经开始过 学佛一人佛带身边 学佛两人佛带身边 学佛三人当得佛卖钱 师父我们可不可以的样理解 师父如果我们在师兄们身上得到利益 算不算跟得佛卖钱 都是不好的呀 一年佛在身边 两年佛在天边 三年佛藏着佛卖钱了 你想想看修不好 最后还要利用佛法来赚钱 你说这种算不算恋财了 算 好了 一点点也是算啊 我问你偷一点点东西和偷大的东西 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了 都是偷啊 没有 明白 师父知会不开师父 是不是光是到自身利益的 每个人都不可取 请师父时被开吃 关心到自己利益 并不是什么都不可取的 并不是的 主要问题就是说 能够帮到别人 实际上就是帮到自己 那么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你能够帮到别人 自己也能受益 所以你去帮别人的时候 知道自己也会受益 这个就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啊 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ож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